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金頻道,我們繼續跟大家跟進美辣前經理人離世事件,看到有幾個新聞跟大家一齊看看,有一個新聞說美辣犯中路短短兩天造成三個公關災難, 還說諸隊友直播造成致命傷,另一個說好像是霍哥疑似和美辣割蓆,我們一齊看看新聞怎麼說。 提到第一個公關災難就是他們集體出POW指責網路暴力,阿禎生前在IG發長文指責被控訴他搶人,又說受到hater攻擊,令到情緒陷入低潮,更加強, 遭受恐嚇,亦表示有人聲稱要解決他,整個悲劇發生之後,人們將矛頭指向 微辣集體發喊想疑似欺凌阿禎,而微辣多位人士發文悼念阿禎時就有成員發文,怪責是網路暴力才導致悲劇發生,而老闆之一的Jucky發文表示可恨的網路言論,疑似有一個推卸責任的嫌疑。 第二聲明,火速割席,阿禎幫了微辣很多年,微辣在阿禎去了之後發聲明以該員工前員工去稱呼阿禎,網民說他延遲冷淡欠尊重。 這個聲明入面亦都對被人指控恐嚇阿禎這件事是火速割席,提到他生前所面對的困難,尤其有人透過電話對他作出恐嚇,微辣就重申。 這些行為與微辣全部人無關,亦都從來無管理曾計劃作出以上行動。 如果本公司發現任何人以微辣文化名義向他人施以恐嚇行為,他們公司便會保留追究權利。 就被人覺得只是掛著保存公司自私冷淡,而不是單純悼念阿禎。 這個言辭令人反感第三,就是說豬隊友,說的是誰呢? 他又說私藍開直播,造成一個致命傷,為何會是致命傷呢? 他就在阿禎離世,第二天的凌晨突然在IG開直播, 就站硬表示了,喊想不是欺凌,又把責任推卸給阿禎, 然後面帶不憤地說,說我和姐姐都不知他因特效不開心,他沒說過,我們又不知,又表示了, 說不喜歡被人冤枉,不知為何,說我後面皮啦。 那麼延遲之間,這個新聞就說他覺得自己是想洗脫嫌疑,所以就引起中怒, 連微辣的成員都留言,說他這個不是一個適合的時機去開直播。 其實看完這個媒體所講的三個公關災難,我們再看另一個資訊, 另一個資訊就是有人發現,霍果在他的IG上刪除了微辣的工作聯絡方法, 之後又把微辣十周年的頭像都換成一個日常生活相。 霍果亦都在限時動態發文說,收到好多消息,但現在的著眼點不應該是他, 死者為大,等家屬好好地處理後事,說他的事之後再講。 還說,他對我的因我當然記得。 霍果講完這句話之後,好多網民就說他是微辣清泉, 說他在今次事件上沒有落井下石,所以大家見他刪除工作聯絡方法都一致贊同。 根據所收到的小道消息,就好似說是霍果應該是會脫離微辣的, 但實際最後出到來怎樣呢?還要看事態是怎樣發展。 這就是所講的公關災難,其中的台柱疑似很可能離開微辣。 其實如果霍果都離開微辣的話,對微辣會不會有好大影響呢? 可能只是走了霍果的影響都未必會太大,但如果是幾個比較出名的都一齊走了離開微辣, 那影響就會越來越大。 其實現在來到現在這個時間點,都沒有說有太多的廣告商跟他們割席, 很可能就已經是傾定了數的了。 好啦,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大家有什麼想說呢? 下面留言啦,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!